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的付出都变得越来越清净和圆满 好 这是珍如老师所写的最美好的奇愿 其实我看到这一段开始 我第一个印象你知道我献起来的是什么心情 我跟你们说 我发现这就是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其实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我从小到大问自己问了很多次 也一直是到这个学到了佛法遇到了广论 那遇到了师父跟珍如老师之后 我才慢慢比较清楚自己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抉择这一段话讲的内涵 最美好的奇愿 这段话里面讲的内涵 这就是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其实也是由我自己透过学习 透过教理慢慢抉择出来的结论 的的确这就是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这些事情 那这里面的内涵是什么呢 第一个珍如老师说希望大家拼命的努力 拼命努力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发现后面刚好有四段 或者说四个层次 第一个拼命努力的目的 当然是希望把最美好的法留在这个世界上 那为什么要把最美好的法留在世界上呢 因为在我们学到的教理里面呢 法的定义 法的作用是什么呢 有听珍如老师讲过吗 悲悯跟救护 法的作用就是悲悯跟救护 悲悯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可以这个帮助众生去除痛苦 救护 那救护大家的苦难 法的作用就是悲悯跟救护 换句话讲 法真正佛法的特征是什么 他能够就近引导众生 达到这个极乐的佛果 所以希望大家拼命的努力 第一个把最美好的法留在世界上 但是呢 这个最美好的法 我们也不是凭空遇得到 我们也不是凭空学得到 我常常跟大家讲师父以前 在园区养病的时候 很少讲话的时候 里面最常讲的两句话就是 佛法无人说 虽智不能了 所以这个法要能够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能够学得到呢 一定要有好的师长 善知识来引导我们 所以第二点说 希望能够令所有的善知识 都能够欢喜的久住世界 那请善知识能够久住世界 留在这个世界上 干嘛呢 不停地引领我们 第三点 不停地引领我们 换句话讲 我们对于好的师长 对于善知识 我们要有希求心 希望他来引领跟教化我们 引领教化我们干什么呢 第四点 对无名做彻底的抗争 因为我们内心的无名 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我们内心的无名 就是一切 自伤伤人 自害害他的根源 所以一定要把我们 对我们内心的无名 做彻底的抗争 这个一定要倚靠师长 倚靠善知识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做到 所以后面说 也希望所有友情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付出 因为我们大家拼命地努力 都变得越来越清净和圆满 所以其实那个 把圆满佛法带进藏地的阿底霞尊者 他当初对他的心子 总敦巴尊者也是这样的教诫 说对众生最大的利益 莫过于建立教法 就是把教法留在世间的意思 建立教法叫广照磁虑的人才 意思就是说你真的要建立教法 你就要建立起如法的僧团 因为生团是能够注持正法的 这个都是一样的精神 跟一样的内涵 那希望新生的这个部分 我们同样是学习264则 264则 那他在希望新生的144页 请视听主把它播放出来 那他的题目叫什么呢 莲花出自淤泥 好 那我们一起念一下 真如老师的开始 永世是从什么地方出生的 胆小阙弱 自私自立 嫉妒比较 心里跌宕起伏 明文立养心一大堆 就是从这些烂泥滩里 出生了永世的莲花 不要小看自心中的佛性 一旦他得到善知识的启发 而萌芽 就会在这些烦恼的粪土中 开出最美的莲花 亭亭出城 卓尔不群 那这段内涵其实也蛮让我感动的 因为真如老师一开始就讲 永世是从什么地方出生的呢 就是从我们这种 胆小缺诺 知识自立 嫉妒比较 跌宕起伏 明文立养 就是这种心里的烂泥滩当中 最后会出生这种永世的莲花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它的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每一个众生心中都有佛性 佛性最直接的解释叫成佛的可能性 那这个佛性呢 是每一个人内心里的一种本能 一旦他这个佛性得到善知识的 启发而萌芽的时候 就会在这些 看起来是烦恼重重的粪土当中 会开出最美的莲花 会产生真正的永世 亭亭出城 卓尔不群 那这里面显然呢 它的关键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大家透过学习知道说 我们内心其实拥有珍贵的佛性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佛性呢 一定要得到善知识的启发 才能萌芽 事实上我们也是看着 靠着善知识的教导 才知道我们内心当中的佛性 其实学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很多年前 有一次呢 我其实听真如老师说过 他说 他一直在学习一个 所有的佛菩萨都在长时间 在思考的一个伟大的主题 他一直都在学习一个 所有的佛菩萨都在长时间 思考的一个伟大的主题 你们要不要猜猜看 可能是什么主题 所有的佛菩萨 长时间都在思考 然后真如老师说 他都一直在学习 猜猜看 这真如老师没讲之前 我是绝对猜不出来 仔细听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可是很伟大 怎样把一个人最深重的习气 转变成修行上最大的推动力量 怎样把一个人最深重的习气 转变成为修行上最大的推动力量 那真如老师说 他其实一直长时间在学习 这个佛菩萨长时间都在思考的主题 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当你真正碰到好的师长的时候 碰到那个可以教导你完整佛法 真正传递佛陀本怀的师长的时候 其实他会花很多心思在这个上面琢磨 怎么把你最深重的习气 真的就变成你修行的直接的养分 好 那这一点其实我的印象也很深 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你们前面听到的赞颂好了 今天听到还是英文赞颂嘛 对不对 其实赞颂其实就有这种作用啊 因为认真讲大家都喜欢音乐 没有人不喜欢音乐的 好 但是没有当初师父劝请真如老师把赞颂做出来 我们大概想都没想到说 我们听音乐的习惯还可以跟修行结合嘛 但实际上也就是因为 这个师长佛菩萨有这种悲心啊 他就会让我们长时间养成这个习性 也能够变成我们修行上最大的推动力量 成为我们的养分啊 其实因为这种教化 乐的这种教化 礼乐的乐的这种教化 其实以前儒家也有嘛 好 所以师父早期跟大家这个推动赞颂啊 希望大家能够听闻跟学习赞颂的时候 师父也常常引用 儒家里面孔子讲的有关于这个乐的教化的这些内涵 好 来开导大家这样 而且师父甚至讲过说 当你很认真的这个听赞颂跟唱赞颂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内心里面产生的那种感动 那种对师长佛菩萨那种虔诚的那种心境啊 可能你自己独立 独立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听闻啊思维啊 休息啊用功啊 可能不管你自己怎么用功 可能反而没有办法达到那种心境啊 但透过你认真的听赞颂唱赞颂的过程 反而可以让你进入到这种很深层的 对师长佛菩萨这种很虔诚的信仰当中啊 信心当中啊 所以实际上是有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经典里面也有记载啊 真的很多佛菩萨在想这种问题啊 所以你们知道说 有的时候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厨房 会叫做香鸡厨嘛 对不对 香味的香 累积的鸡 厨房的厨 那为什么叫香鸡 其实有一个典故啊 真的在经典里面有讲 有一个国土叫香鸡国土 香鸡国土的人怎么修行呢 吃饭就可以修行 吃饭就可以修行 好 所以就是这样子啊 佛菩萨师长会很认真的思考 怎么样把我们最深重的习气啊 能够转变成为修行上的养分 所以一旦你碰到这样的善知识 碰到这样的师长 他把你启发之后 你就真的有机会 像刚刚讲的 就在这个单小圈诺 自私自利 嫉妒比较这种 像赖泥一样的烦恼重重当中 你可以开出勇士的联化 是真的有可能的 是真的有可能的 其实讲到这边 我其实有想起有一个事情 我心里也是蛮感动的 我记得在那个 那是不少年前 那时候是我们第一批 学武大伦的法师 那时候很认真的这个 在外地 很认真的进行这个 很艰苦的学习 当时那个教武大论的法师 要求的非常非常的严格 一个礼拜上七天课 没休息的 然后那大家都吃不消 因为又要求你背很多书 今天晚上回去就要背起来 明天就辩论就要问你 然后呢 就当场考这样 然后又出很多很难的辩论题 大家都想不出来 有好几次都是最厉害的那几个法师 晚上不睡觉拼命想 终于凌晨 天快亮之前终于想通了 赶快再把这个破解的秘诀 跟大家讲 然后大家再一起对着 那个老师去回答 好几次是这样 所以大家一个礼拜连续期间 学习事实上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法师真的是蛮累的 因为都是比较年轻的法师 他们就写信跟真如老师求救 说哇这个学习压力太大 一个礼拜七天 分量又很重这样 大家请真如老师加持这样 那也希望真如老师看能不能 这个跟那个教课的老师讲一下 看能不能一个礼拜休息一天 让大家喘一下这样 结果呢 真如老师就透过那个 教课的老师的老师 然后真的去跟教课的老师说 那看能不能这个休息一天 结果因为是教课的老师的老师下令 那教课的老师当然会听 对不对 但他听命 他听命说好 一个礼拜放假一天 只上六天课之后呢 他后面又加了一句话 那这样我们每个礼拜的六天课呢 每天再加一节课 所以总上课时数比以前更增加 那时候法师那个学习 真的是压力非常非常大 后来真如老师就录了一段开示的录音 传过去给法师们听 那里面有真如老师对他们很多很关心的这个 很关心的这个安慰 所以很多法师听到都感动的哭了 那里面有一段 我当时录音的现场 我在现场听 我印象很深 真如老师当时跟这些法师讲 说我们都以为我们的生命 好像小矮人一样 可是却不知道 善知识师长可以让我们的生命 真正成为巨人 当时就这样一段话 我那时候听了印象很深 虽然不是很了解那个意义 但是我听到真如老师这样勉励大家 我也把这段话记下来了 可是几年之后 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例子 很让我感动 我想很多学广论的老同学 可能也会记得这个例子 我们当时不是早期 有一位这个 其实就在几年前 我们有一个学广论的老同学 叫曾玉芬居士还记得吗 那他那时候得了那个 见动人这个病嘛 所以后来就慢慢 全身都不能动 可是他在全身都不能动的情况之下呢 他还是很坚持说 这个每个礼拜都要去上研讨班 就他先生抱着他 然后开着车 把他送到研讨班教室里边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坚持 就是他在身体还能动一部分的时候 他还是想办法参加义工 身体完全不能动的时候 他还是坚持参加研讨班 到最后他也没有办法表达 直接用说话来表达 他就是用眨眼的方式 眨眼的方式 让他先生靠着他眨眼几次去找 那个注音符号 这样拼音出来 这样跟外界沟通 所以他的故事后来在医生法会播出来的时候 也感动了我们非常多的同学 大家也会因为他的策利 更认真的学广论 也在他的这个影片故事的这个播出的第二天 那他也就是往生了 但是那个 我想这个故事很多老同学 当年现场看到那个影片 但他的印象都很深 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他虽然生了病了 得了见动人这个病 他已经一动都不能动 连表达能力都没有了 只能动眼皮而已 可是他就是因为坚持他对市长的信心 也坚持他对广论的学习 我觉得他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的形象 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起 真如老师那段话 说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像一个小矮人 可是却不知道 善知识可以真正让我们成为巨人 那我觉得我就从真一分居士的那个公案上面 我就很清楚看到的的确确就是如此 所以的的确确要相信莲花出自于淤泥 的的确确要相信说 勇士就是从这种胆小缺诺 自私自利嫉妒 比较这种重重烦恼当中 开出了勇士的莲花 的的确确就是如此 所以呢我们一旦得到善知识的加持跟教导 提升了我们对苦乐的正确认识 一旦你对苦乐的正确认识有了提升之后呢 离苦得乐的本能自然然会叫我们向推动的我们想要去修行 不修都不行 不修都不行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节目 能够ажу